我想要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 再有一个就是 我想得到一个 我跟我妻子之间 能够合适的沟通方式 我先纠正你一下 因为她已经不是你的妻子了 对吗 应该说是前妻 因为你们已经办了离婚手续了 对吗 我想问一下 你在前妻QQ空间当中看到 这个男人对你们家做过什么 让你如此的介怀 因为她在我们离婚以后 就是说她交个这个网友 他们之间发生过关系 就是我们离婚以后才认识的 可是你是什么时间知道的 又是怎么知道的 怎么发现的呢 我就是上她那去的时候看到 后来你去前妻的家里找她 她家 她回去以后没在她家 在那个他们县的县城里上班 她住在她叔叔的房子里边 她叔叔的房子没别人 就她自己 那天是我小儿子去找她 她也说了回来了 后来我就开车 从她那去了 晚上七点钟去了 去了以后我没可以打电话 去了后来 就是看着下边看着这一些事 就是我看着他们两个人 一起上这屋里去了 后来男人走了 我看她 我看着她 那什么 我前妻她的那个手机 通话记录啊 QQ啊 那我没注意 我看了一下 这个男的是谁 你认识吗 不认识 我们了解到的信息 应该是那个时候 你们已经离婚了 对 既然离婚了 她其实就是自由的 对吗 对 你为什么还那么介意 才跟别的男人怎么样 因为那个男的是一个已婚男人 她有老婆 那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说离婚的时候 就是说她 姑娘跟她 儿子跟我 她把那个姑娘带回去以后 后来就说 后来我的小儿子 去想她 就是有时候我就带我的小儿子 从她那转圈看看 她经常带孩子到那边去骚扰我 毕竟还是原来的爸妈 亲生爸妈好对孩子 就去了两次 后来还就跟着回来了 我出去对她的无奈 然后对孩子 有一种责任吧感觉 那时候我把她叫回来 那时候就说 说回来以后 看看 就是能过到一起呢 下边还复婚 还成一块儿过 那她回来的时候 有没有带着什么别的条件 就是我给她提过 我说咱们已经把婚复了 她说先不婚了 后来我们就 后来我也没再提过 她也后来没再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